食材区采买完毕一转眼就有专人帮你烹煮 这里不是餐厅而是大卖场 以往买好的食材只能自己回家煮 但现在有免费代客料理 稍等一下就能上桌 蛮新鲜的很好 现场就可以煮好 回家就可以吃很方便 回家就不用煮了 牛排煎得香气四溢 只要是卖场内的生鲜 什么都能帮你煮 不只能煎也能炒 一道虾仁炒青菜 卖场帮忙把青菜洗好 调味料葱姜蒜 这里都会传本本 味道一点都不单调 有时候可能回去就不用料理 就在这边处理 由于对男生来讲的话 另一家卖场也有代客料理的创新服务 根据销售数据 波士顿龙虾一个月最高卖出九千八百只 空韵鲑鱼一季卖出一千八百片 黄金蟹可以卖到一千五百只 但是很多的年轻族群 他可能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在家 享用到比较好吃的牛排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有考量到成本问题 如果今天他在超市购买之后 他能够在现场呢 不论是在现场做一个所谓的出加工 或者是他能够就直接去享用的话 那当然消费者就会觉得 他购买意愿能够增加 还有一家超市主打活跳跳海鲜 冰柜前挑选新鲜食材 整只龙虾下锅烹调 可以做成浓汤 蒜烤龙虾 还有意大利面 海鲜丼饭也没问题 看好懒人市场 百货和量贩业者 跨界推料理服务 抢工便利商机 三粒新闻 张浩逸江浩逸 省外宜新竹台北 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